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生完孩子才知道 一个孩子要占用父母多少的精力 他生完孩子好几年了 当年休完产假要上班时 带孩子的问题就变得捉襟见肘 找育儿嫂 不放心 找家里人来带 父母还没退休 想着不然换个时间宽裕点的工作 但总是下不了决心 后来 母亲在家里办了内退 拿着大包小包来替他看娃 才算暂时解决了问题 可是主要的问题解决了 却衍生出来不少其他的问题来 先是育儿观上的差异 一直生活在小县城的母亲 有着自己一套根深蒂固的育儿方法 说孩子不能冻着 大热天地给孩子裹得严严实实 说吃饭得一口一口喂 从来不会培养孩子独立吃饭的能力 就连有时候孩子太闹 他生气了 想要说孩子几句 都会被母亲护在身后 两代人截然不同的育儿观 反映到孩子身上 就是学会了看脸色 学会了一有什么事 就跑去找姥姥解决 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他说了母亲几句 可是表面上毫无所谓的母亲 背地里却常常偷抹眼泪 母亲跟他说过 不然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吧 等上小学了再接回城里 而本着从小就要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原则 他拒绝了母亲的提议 不曾想 孩子刚习惯育儿园的生活没多久后 母亲就提出了要回老家生活的要求 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待下去了 拗不过母亲后 小丽只好同意了母亲的要求 这时的小丽才发现 原来带孩子的这几年 自己忽视了母亲太多太多 母亲回家后 小丽在枕头下发现了母亲写的一封信 孩子 我真的不愿意帮你带娃了 言辞中 有着对女儿的心疼 也有自己受过的委屈 母亲在信中写 李 三年前你生孩子 担心没人伺候你坐月子 担心孩子没人照顾 妈妈拖了不少关系 办了内退 去往你的城市 照顾你和孩子 我的退休工资少了不说 生活圈子也因为到了你的城市 缩小到只剩下你和孩子 我们育儿观念不同 我知道 但你总责怪我 令我难过 你怪我夏天给孩子盖得多 其实是因为孩子那几天闹肚子 我怕他着凉 才多加了一床小毯子 你嫌我总是护着孩子 但你有没有发现 孩子生性胆小 每次你凶完他 他都会做噩梦惊醒 平时你白天上班 晚上刷短视频 孩子成长这些年 大都是我陪着他一起度过的 帮你带孩子 我虽心甘情愿 但你总用你们年轻人的思维要求我 怪我这个不会 那个不会 愿我让孩子生病 我真是心口都在疼 辛苦帮你 落得了一身病 却不落好 我真的累了 三年多了 帮你平安带大孩子 我的义务也完成了 倘若你以后要生二胎 别再叫我帮你带娃了 看完了母亲的信 小丽思索良久 的确 有了孩子的这几年 自己忙工作 忙孩子 却唯独忘了要善待母亲 甚至很多时候 母亲明明带孩子已经心力交瘁了 可她还是要挑母亲的错处 仿佛这些年的委屈 尽数都发泄给了母亲 却唯独忘记了 母亲也需要体谅 需要理解 母亲帮助她带孩子是情分 而不是本分 其实不光是她 这些年来随便打开某个视频软件 搜一下老人带娃 映入眼帘的都是老人如何思想成就 婆媳关系如何剑拔弩张 甚至有不少人发视频控索 和老人一起带娃 累得是心呢 就这样 无数人诉说着自己和老人相处过程中的不愉快 于是矛盾被一次次的激发 情绪被一次次激怒 似乎只要涉及到老人带娃 享福的都是老人 受苦的都是小孩的妈妈们 可是现实生活中 哪有那么多真心要和晚辈过意不去的长辈 哪有那么多真的心眼坏的 要害孩子地步的老人 多少次家庭矛盾的爆发 不是互相不理解 就是彼此不沟通 我有个同学 去年五一刚生了宝宝 因为妻子在苏州工作 她自己在上海工作 每日奔波繁忙 不得已请来丈母娘帮忙带孩子 顺便每天给全家人做饭 为了让他们睡个好觉 晚上孩子要喝奶 闹腾人 都是丈母娘一个人在照料 短短半年过去 丈母娘人瘦了一圈 白头发也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 虽然有退休金 为了心理平衡 同学还是每个月给丈母娘三千块的买菜钱 谁料每次钱缴给完钱 后脚 丈母娘就会拿着钱给孩子买奶粉 买玩具 买尿不湿 照顾孩子这段时间 不仅劳心劳力 还添了不少退休金 虽然偶有矛盾 但有哪个老人的心 不是真正寄托在儿女身上的 只是 现在的网络圈子里 他们的声音太少太少了 以至于我们都忽视了 那些替儿女看孩子的老人 他们也有一肚子苦水要倒 他们也有满腹的委屈要倾诉 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这些天 网上有个视频特别火 地震一瞬间 女子慌忙抱起自己的孩子 回看监控的时候发现 原来妈妈也在同时抱着自己 有人在下面评论说 如果死亡可以代替 天堂一定站满了妈妈 说实话 每次看到这样的视频 我都忍不住眼眶发酸 为每一个爱孩子的妈妈 感到动容 回到老人帮带娃这件事上 其实那些远父子女所在地 帮助孩子带娃的老人 大都是为了缓解孩子的压力 为了让孩子轻松一些 他们甘愿远赴他乡 在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 过起漂泊无依的日子 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 他们生生地一口一口吞下委屈 为了给孩子减轻压力 他们用瘦弱的肩膀 一次次挑起重担 倘若得到理解 他们便会骄傲地四处炫耀 倘若不被理解 他们除了做好手边的事 默默忍受之外 竟也没有别的办法 见过这样的场景 在外打工的父母 将孩子放到爷爷奶奶家 打开监控时发现 奶奶早已经给孩子 做好了早饭 趁着孩子吃饭的间隙 给他梳头 喂的 是让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孩子穿得干净 吃得饱 睡得好 就是他们的心愿 有孩子的学校举办亲子活动 八十岁的爷爷不顾年迈的身躯 像个年轻人一样 陪着孩子做各种运动 她的身体已经颤颤巍巍了 但为了孩子不被其他同学嘲笑 她还是拼尽全力 有的奶奶 明明已经七十八岁高龄 到了一样天年的时候 可 带大了自己的孩子 又帮孩子带大了孙子 现在孙子有了孩子 她依然孤身一人 坐了整整六个小时的车 来帮孙女看孩子 来的时候 身边满满的两个大麻袋 数不清的几个小袋子 装着的全都是她给孩子的爱 她说 为了让孙女吃上 再多也不嫌多 还有的长辈 在照看孙子的时候 不小心从床上摔了下去 隔着屏幕 看到她摔下去的那一刻脑袋着地 整个人都有点懵 可听到孩子的哭声后 她又挣扎着爬起来 第一时间将孩子抱在怀里 这些年 我们听惯了 老人带娃不好的言论 却忽视了 其实视频中 这些拼尽全力带孩子的长辈 才是我们内心最坚实的依靠 他们爱孩子 胜死爱自己 他们为了给我们减压 宁愿搭进自己的后半生 他们才是我们身边最可敬 最值得尊重与疼惜的人 其实 小丽这件事还有后续 母亲回家一个月后 她带着孩子回了一趟老家 正巧看见母亲和几个阿姨 坐在小区公园的长椅上聊天 话题中都是 孙子怎么可爱 女儿怎么孝顺 小丽没作声 轻轻走到母亲身边 紧紧抱住了她 她本以为要生气很久的母亲 瞬间就柔软了下来 跟她一起乖乖回了家 只是这次 他们有了约法三章 一 明确家庭分工 她和母亲明确了 自己负责教育 母亲负责衣食和接送 如果育儿观念有分歧 两个人要事先沟通 二 适度给一部分酬劳 没有酬劳也要看见心意 老人带娃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付出 作为子女 理应给父母相应的报酬 如果经济条件不算好 就算没有报酬 也要让老人看到子女的心意 看到他们是发自内心感谢的 三 保持最基本的尊重 母亲寄人篱下帮助带娃 多少会有对大城市的怯场 会因为人生地不熟而变得胆怯 会有观念的分歧造成的矛盾 这时候不要大喊大叫 要保持基本的尊重 平等沟通 理性解决问题 约法三章后 母亲还是跟着小丽回到了城市 她说 母女哪有隔夜仇啊 做母亲的 哪里会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 只是 往后她也摆成心态 自己不再是孩子家的客人 而是家庭的一份子 所以你看 中国式父母 多的是愿为孩子奉献终生的父母 也多的是将委屈藏在心底 任劳任怨的父母 所以啊 倘若现在你的身边有老人帮忙带娃 别再总挑他们的错处了 请多给他们一些尊重和关注 便能抚慰他们疲惫的心灵 我是灵溪安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愿全天下的父母 都能得到子女的尊重 也愿身为子女的每个人 都能体谅父母的难处 尊重父母的意见 做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都能处理你